火车站前 水舞喷泉广场成了最新热门打卡景点 但是才开放一个多礼拜 水池里就出现了不少烟地还有槟榔渣 导致设备塞住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县府从23号开始进行围棋10天的维修清洁作业 也再次呼吁民众要发挥公德心 不要再乱丢垃圾 水珠舞动姿太多变 时高时低 再加上七彩灯光 璀璨变化 总是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这里是屏东火车站前的水舞喷泉广场 但没想到才开放一个多星期 就已经出现垃圾堆满地 喷泉无法运作的情形 这样看不好了 看不好了 那人这样做人 用心 大家看那个人生 你知道都会有公德性 大家公共设施 屏东县政府获报后 狸克派员巡查 没想到竟发现满地的烟头和槟榔渣 更夸张的是水池里面还沉积了不少异物 到20号的时候发现它异常 整套的系统它是采回水系统 发现那个有状况 那这个部分应该就是我们异物来阻塞的部分 由于水池盆泉用水是采用回水过滤系统 一旦衣物过多设备就会空转 甚至是吸入衣物时就会造成损坏 因此从23号开始将暂停水池灯光秀 进行为期10天的设备维修 因为这些设备都在水底 所以必须来做一个停机的动作 所以民众会比较抱歉会在11 大概我们会在11月1号的时候 来把它重新来启用 未来设备维护完成后 水池也不会开放细水 更呼吁民众在观赏精彩水污时 要发挥公德心 千万不要乱丢垃圾 借苏世伟评论报道